嗨,大家好,歡迎回到You.we.end的學長姐經驗談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是中原大學的三位畢業生 那是Liu,然後薇薇,還有小蛋 那我們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Liu 我在中原大學是電子系大三 大四 不好意思 為什麼是大四 喔,不是,說錯 說三 為什麼是大四 不好意思 我不要從來 沒關係 那大三以後,看他一眼,大四 可以,沒問題 所以Liu他是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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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碩士 我是中原大學工業系的 那我是碩士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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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蛋 我在中原大學也是念工業工程所的 我是碩士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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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Podcast 我們今天就會回到UWM學長姐經驗談 然後今年我們有三個中原大學的畢業生 耶 那今天就要跟那個什麼畢業生聊聊說 當初應該說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因為剛好我們都是都疫情中來念書 然後我覺得應該也許可能都有一些東西跟當初想像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就是留學回到最遠的時候還是想要問就是大家當初是什麼樣的理由就是支持你說你疫情下還是想要來美國留學 那我們就從這樣過去好了 Lio先講 所以我先這樣 好,那什麼動力是 這是我來美國 其實就是 因為就是我不想在浪費太多時間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雙臉措施 所以我們在中原已經 讀了兩年的時間 對,先拿一個措施 那如果還要再慢 那就變成說好像這個Program 加起來可能會有四年 如果再慢一點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像已經讀完都快三十歲了 我覺得因為我年紀啊 我是以年紀來考量 我覺得當然能來就來 但是 而且那時候台灣防疫也還不錯 所以說如果照我們在台灣防疫的小訓程度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嗯 這樣子 對 對,我覺得 我覺得你說的也蠻有道理 就是因為你delay如果一年的話 可能你又要再特地找事來做 對 然後有時候可能也不是那麼好找 那一年要做什麼事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因為我還沒有當兵 所以我只要不來 要試做 對,我就會收到那個兵單 然後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希望就乾脆學業一次完成 而且你如果去當兵的話 搞不好就會超過一年了 的話你沒有辦法無情出來 對,這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那些什麼i20還有那些可能都要重新來用 所以對,很像麻煩 對,直接來確實好像還很省的感覺 對,很麻煩 那微微微是什麼樣的動力之行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跟家人 因為畢竟微微一些的親戚也是流媚的 那他們其實都會希望說 那你來,好不容易來美國了 你應該要體驗一下就是 真正美國學生的那些正常生活 那就是說因為疫情那個時候 其實老實說在Wisconsin那個時候 好像還沒有到爆發 所以那時候家人也覺得說 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好像也可以 只是好像就會少了一些體驗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也是掙扎 那以前問了很多事 譬如說我們中原老師 然後除了信息以外 還有一些同學的意見 就我們集合的意見這樣子 然後那後來也是覺得說 說不定我們的年更半年 但是搞不好我們美國的疫情也還沒有改善 就是我們也沒有辦法想說Spring到底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樣導致如果說我們先從半年 然後會不會又從半年變成一年 甚至到一年半甚至好像都有可能 那不如趁現在這一波還真的還沒有這麼扣大 那他剛才講到就是說 台灣的防疫觀念還蠻 我們台灣人的防疫觀念其實蠻好的 那就是說我們如果以這種模式來到這裡 應該也可以算是一種自保 然後對那就要剛剛講他可能會有另一個問題 那像我的話我就是變成說 我會有一個可能中間的空白期 那論文也做完了 那這個期間是要去找工作嗎 還去實習 那其實這中間其實都有影響 就是例如說你去公司 那跟人家說我只要做一年 我可能下一年好 因為我要做文言書 那其實有時候可能企業不見得會有 錄用你 那就變成說中間會有一段空白的期間 那還有就是其實那些iTNT什麼文件 我們都已經弄好了 就八成真的都弄好了 才突然冒出這個狀況 對對對 所以他還是覺得說 那既然都已經完成這麼多了 那不如就先把它走完 然後看完之後 到時候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嗯嗯嗯嗯 對我覺得這樣也是蠻好的 確實那個 嗯 時程delay的話可能會引申更多問題 對對對 小蛋你 嗯 我的話是因為我有工作過 我才會玩那個研究室 那在工作這個過程中就接觸到說 欸其實需要有雙聯這個制度 然後評估下來就發現 其實這透過這個計畫出來的話 是省了蠻多錢的 嗯嗯嗯 對然後所以就想說 那就來申請看看 對 但是就是 因為這段時間出來 就是其實還是蠻多人 就包括我們去辦一些手續啊 或者是去銀康什麼的 那些行員啊 或者是說 欸你要去美國 現在 對就是一直被質疑 對就是一直被質疑 就好像就是遇到一百個人 以為九十九個人 到底不要去 對 對所以 但那時候就覺得說 呃就是包括 因為像我是 呃決定要念任務所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在 內心有在準備這件事情 嗯 然後包括你要去補英文啊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念然後同時還要説論文 嗯 就是那其實那期間是很崩潰的 對 那如果我好不容易等到說 我確定可以來了 我錄取信都拿了 親身都拿了 然後叫我不要去 我覺得 就覺得前面不知道在那裡 就是對不起自己的努力這種感覺 對 所以後來還是下一個決定來 嗯 我覺得 我自己也是很蠻支持 就是那個 就是時間到了 就接著下一步 這樣子 對啊 因為就是很多事情 感覺就是 你如果要 又要把這個事情放著的話 搞不好你那個熱情就不見了 這樣子 對啊 我們就開過很多 我也知道 學長的時候都壓過 這個時間到底是不是很難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當初 因為我覺得 我在美國的立場看還是比較客觀 就是比較主觀 就是因為我在這邊待 然後就覺得說 嗯 這個疫情我就去海航 然後但是 但是台灣人就看 就是因為台灣很 很安全 然後看美國的話 就會覺得說 好像很恐怖 這樣子 對 不過我也會很高興就是大家 就是客服這個 心魔 心魔 或者是周遭很多的這個意見 然後來這樣子 欸 可是那當初 你們家長覺得怎麼樣 我 我啦 我父母一直都希望 我來這邊體驗真正的留學生活 所以他們覺得 好 因為我其實 我碩士只有一年 因為我是用 就是原本是四加一的字 嗯 所以以年紀來講的話 我還在那個 年紀的範圍內 OK 然後所以那 家長的希望說 我都花一筆錢來了 那應該好好體驗一下 真正的美國用的顏色 所以他們是蠻支持 延期的 嗯 對 了解 嗯 那你們家長有那個 比如說 反對還是什麼嗎 當初 嗯 他們基本上 我的家長 他們都是看我的決定 喔看 對看我決定 那 我有 因為相比他們兩個 我的英文程度有差一點 那我家長就是 你有英文到你就出來 那沒有他就 所以他們其實比較在意 就是你英文 對 對對對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gear 就是說疫情怎麼樣 因為就是 那我們想說 能出去就出去 不要在意說你到當地 可不可以試一下 可不可以試一下 有沒有困難 嗯嗯嗯 了解 好 那當然就是 你們就如期來了 然後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疫情下的生活大概 然後大概是怎麼樣這樣 然後 我知道就是 因為小代和那個 威威是同一個系的 然後 利歐是電機系 是工業工程 嗯 然後也許可能不同的系 也有一些差別 那可能就 我們還是一樣 請利歐先分享一下 比如說 你可以分享課業啊 或者考試 那個 或者甚至你考試那些 這個 大概是 在疫情下是怎麼樣 如果以專業課程來講 就是 因為我加上一堂英文課 英文課 對 但是英文課我認為說 可能有沒有Virtual其實沒有差 因為他都規定說要開鏡頭 然後都要跟其他同學對話 都可以增強你的英文實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單純指英文課 就是需要上英文課同學 他英文課應該是 跟正常商學應該是沒關係 OK 他如果是專業課程的話 可能就是 就我的感覺 就老師會錄影嘛 所以對我們這種語言 比較有隔閡的學生 其實是蠻有幫助 你可以回頭去看 或重播這樣 對 因為其實老實講 有些老師他 因為扣過電腦 麥克風出來的聲音 其實有時候你也聽得太懂 然後詹詹的老師的筆跡 可能又會比較長 你要聽他講 才知道那什麼字 不然他寫出來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什麼字 因為他可能是用手寫板寫的 所以這個也會造對我們造的一些困擾 但是還好就是有錄影 就recording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考試嘛 考試當然就比較輕鬆 因為你可以在家裡考 對 那就比較輕鬆 對 而且大部分的 因為是virtual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virtual的關係 但是大部分老師都是open book OK 對 這是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台灣好像就是要考你 說你一定要 帥 對 台灣都在記起來 可是美國老師比較不care 可是他在意的能解體 對 所以他連評分都是分短給分 OK 然後就給我分多 所以其實 我是覺得專業多了 比英文還要好過 我自己這樣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考試 考試因為我們電機器 我們老師好像要求也沒有這麼高 然後這邊的碩論 也不需要像台灣碩論 可能是寫快100頁這樣 然後 所以可能寫個40幾頁 三節就可以了 但是他比較在意的是你的動機 你那個動機的應用 OK 是比較 就是他們比較在意的情況 然後 口試的話基本上 我們 我說你電機器來講 老師都是關鏡頭 就是 對 對 我有發現這個事情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即便是那個口試 大家也會關鏡頭 對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的狀況 我一進去的時候 三個老師進來 他們也不會跟你講什麼時候該死 然後他們現在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很尷尬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看鏡頭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看鏡頭 你們口試的時候也是嗎 其他人都關鏡頭 沒有我們全開 他們全開 我就第一點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請教人家 老師是不是要開始 他說對對對 開始 所以我覺得可能老師 有點仔細在聽 他就是一個形式上的口試 可能因為Pandemic的關係 就是可能大家都形式上而已 OK 對 所以這是 這是對我來講 就是可能 我認為疫情反而對我們 語言格格格的學生是有優勢 有優勢 對總結是這樣 對 我蠻同意你剛剛講 就是那個可以 錄影重播的東西 因為 像你說你剛來的時候 你有上英文課嗎 我那時候還沒有上英文課 可是我的方式就是 我就直接在課堂上上 所以我一開始 我自己覺得我聽你沒有 可能也許catch到老師的講 講課也許三成還是四成 我大概是過了半學期之後 才跟上語數還是比較聽得懂 那些內容這樣 所以 所以像你說report這個部分 確實是有優勢 因為你又可以把同一堂課 一直聽聽聽這樣子 這到底 而且我是同一堂老師 Rosemary 對 老師真的是不錯 就蠻有內心的 對對對 我其實覺得就是在美國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那個環境真的蠻重要的 對 就是熱舞王上次有跟 就是 Spencer 老婆 就講到 我認為在這裡上 就是閱讀寫作 感覺皮在台灣上都不可能 好像有用 就是這裡的 就是英文環境 還有老師教的方法也不太一樣 所以他教的方法 真的感覺我認為 提升我沒有能力 比在台灣花頭前的 上週五王 你是上寫作和那個什麼 對 上寫作和閱讀 然後其實 其實我覺得上寫作和閱讀 其實也是全練 因為你也要講話 對 因為他未必要開鏡頭 就是要跟同學討論 對 我那時候也是跟上一樣 我就覺得全部都練到 對 蠻有用的 那像薇薇和薇薇 你覺得那個 課業上 像他跟他分享 你有覺得說 你的部分 你有什麼想要分享 疫情下 你比較深刻 課業 基本上就是 我是有上過一堂實體課 那因為這個沒辦法 因為一定要去 類伙操作那個運氣 所以變成說 這是背後一定得去 那其餘的話 基本上都是 我上的幾乎都是同步上課 那只有少部分是 老師先預錄好的 就你早時間上網去看就好 那我覺得就是 蠻深刻的就是 如果我很難想像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正常 就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 就上課的話 因為我這學習拿了一門誠實課 誠實課 那就是我其實 這個部分不是很擅長 那我就會很難想像說 那如果想說今天這個 因為這個影片很長 我看可能不只兩三次 就要一直看老師到底講的事情 那我就其實蠻難想像說 那如果我今天是正常 正常的情況下去上課的話 那我回來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很不知所措 甚至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可能會花更多時間 就是搞不好 說不定拿到的成績 也沒有我預想的好 這樣就是 就是說 我覺得 可以入 看預護的課程 好像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信譽 我覺得 有助於學習 就是可能就是 面對到同學 或者跟師長 因為說 聽力跟口說 可能沒有太想 跟之前以往比 就是直接面對外國人那種進步 但你的寫作能力 其實進步蠻多的 就我覺得寫作能力 跟聽的速度 但口說我不敢說 就是 我會覺得說 這是另外一種英文能力的加強 嗯 確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說你口試就是 都大多開鏡頭這樣 對 基本上我有上過 一般的專業課程 就是他也是要開鏡頭 不過因為我們那個班的人數還蠻少到 所以他希望大家就是開鏡頭 光老師會覺得他在對著裡面 笑一講話 他是不強制 但是他希望大家開 然後大家就跟著一起開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神奇 就是因為 因為我去年秋天我有教課 然後學生也接觸過關鏡頭 然後美國 就是你們上過課也知道 大概很大部分的關鏡頭 我想說 最近台灣上課 是不是視訊也許大家會開鏡頭 就大海的頭關鏡頭 都不知道是 是大店的一種 莫名的默契還是什麼 然後上線上就要開鏡頭 就可能 有的就是不久前才剛起床 他就是還沒有整理好 就不想開這樣 可能他會這樣進行後前 對 對 他可能在坐公車之類的 可能要說那個什麼 上視訊課的時候 要開鏡頭 才算出行進去這樣子 就 大家就會開鏡頭 不然你怎麼知道 你過來那裡 然後你就可能出去買菜 還是什麼這樣 有可能 真的是 真的是 那小太覺得呢 你這個疫情下的生活 讓你比較 記憶深刻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福建裡面 對 就好像真的是 除了去買菜 或者是去學校辦事情的時候 才會離開房間 對 那如果是在學期上的話 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 就像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重複 重複看 或者是可以按暫停 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對學期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方式 是好的那種 對 但是我有一個特別的例子 是我上學期 有充堂的課 對 然後就是他們 同時都開在禮拜三晚上 然後都是同步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問我的 Advisor說 那這個情況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課 對 結果老師反而說 沒關係 因為現在這種情況 老師都會錄影 那你就可以看說你 時間上要 要先 譬如說這禮拜聽這堂課 然後你再去看另外一堂課的錄影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可以好好的 分配自己的時間這樣 對 對啊 這樣感覺 對啊 因為你這樣子錄影 然後你就可以同時 修到兩個人重複課 一次進去這樣 對 當然當然這個也有 我不知道 如果上課的話是還好 可是當考試又重複的話 就可能就有點麻煩 其實有 有遇到嗎 對 但是就是 我覺得老師也蠻理解這種情況 就是他說你可以先跟他說 那 像我們還蠻多考試 他不是只開放當下 他是開放說 比如說我就開兩天的時間 你自己找時間上去寫這樣 所以就 那這樣就還好 因為你就反正只要自己 手動和他那個 不要從他 對 就是有點就是 是出面學習一下那種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 對對對 我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這個經驗 對啊 因為如果你上實體課的話 你怎麼可能 就出一家課兩個教室 這樣子 對這真的蠻有趣的 這疫情下的這個奇景 這個對 那 疫情下的留學 因為畢竟跟食品就是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 正常在學到上課 我們覺得說當初 自己的想像 然後有沒有跟這個留學生活 你有覺得說 比較 落差比較大的地方 可能 或者是說 比較失望的部分 或者說 也許 也許有驚喜的部分 這都可以 你覺得 嗯 我覺得 比較失望的地方 就是你當然會想 因為其實我以前都蠻喜歡看那些 就像美國的電影 那你們都會介紹一些大學的生活情況 感覺好像蠻 多彩多姿的 就相比 雖然表演很多彩多姿 但是感覺好像 美國就更 就是 就是感覺是比較 有互動性的 對對對 而且感覺老師也蠻有趣 所以會有那種憧憬 好像跟老師面對面 講話會是什麼 什麼感覺 這倒是 對對對 那當然來了以後 就什麼人都看不到 哈哈哈哈 然後 又加上 又加上 我本身就是 剛 我本身是非常 喜歡就是美國的運動 對 然後就像以前的關係 那時候都停擺 然後也不能進場 所以就想失望一下 其實是蠻失望的 就一直失望到今年 好不容易再看到 好不容易最競爭 對對對 真的是太好 真的感謝就是有意料 即時雨這樣 對對對 才讓大家可以就是 你有機會讓他看一次 嗯 真的我覺得 球賽真的是 美國生活就是還蠻重要的一部分 就即便我在台灣 我不是美國人 但是我也是天天早上 可能就是看人家棒球 再看人家的球 我是這回來了 然後 所以我就 沒辦法離開 那來 我們來這裡 可以現場看 然後就無可到 所以就很失望 你Bluor看過嗎 還沒 還沒 還有機會 對 賽季 現在最近還在打嗎 還在打 還在打 還有機會 打到10月 OK 好 最近 Playoff 還是還沒 還沒 還沒 感覺蠻有機會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只有 只有 我們這邊是只有 籃球有學生票 然後 Bluors 就是棒球沒有 沒有學生票 這是到 到 其實往年 往年 因為我們是秋季來 其實每一年的時候 他們會帶學生去看 一場 NBA 看一場 Bluors 剛好 很可惜 但是 對 但是 還有機會 就自己去看 就是要自己付錢 這樣子 那我也會覺得 疫情下 比較大的落差 你覺得是什麼 主要 因為我高中 可能有些高中同學 他們是選擇 出國就是念大學 那因為現在就是 透過 臉書 或是 Instagram 那種社團 那他們就可能會 PO說 他們跟外國朋友 那是新的外國朋友 OK 那或是說 一群人一起去旅行 甚至是運到 甚至是其他一起來 留學台灣人好了 那就他們可能會 一起去別種旅行 因為旅行 那部分我們沒有做到 那就是說 好像就是 例如說 用到他們學校的資源 或者什麼 大家都說美國大學的 學校資源非常好 然後或者是說 真的是面對面跟老師互動 就是體驗他們這種 電影或者是 美劇裡面的那種 教育制度的那種方式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體驗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說 實際上這個生活 就跟同學之間的交流 真的是環設法 或者是一起運動 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這個部分比較少 你有機會用到體育館嗎 有 我們都有去 OK 我想 對 最近吧 最近開始好像 不知道是這週還下週 我覺得會重新又開放 然後可是 暑假的話 他好像就是買 買可能 三個月多少錢 這樣子 對 所以我猜啊 你們應該還可以買這一次 這樣子 然後後面會變效果 效果好像是 一個學期 75塊美金 這樣子 也還好 也還好 對 然後就可以用全部的東西 對 所以可能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就是 因為畢竟今年秋季也是 也是要那個 回到實體 所以也許如果你們還大概沒有話題的話 就是交通方便的話 也許就可以 有一些學校的東西 可以慢慢用到 對 只是說可能 也許現在也是免費的這樣 哈哈哈哈 但是有一些付費的 就是還是可以使用 就是有效能的身份這樣 付費的身份 對 小太太覺得呢 我覺得 對我來說應該 就像他們講的 就是 認識的人不多吧 然後沒有什麼少年生活 或者是去看運動賽事的這種體驗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可惜 就是我自己很餓玩的是沒有實體的畢業點 喔對 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 在來之前 疫情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有看蠻多就是 不管是之前來的朋友 或者是在其他學校練的朋友 就會覺得 他們畢業點好像 就是真的是一件很盛大的事情 對 然後包括那時候 可能都有跟家人朋友說 欸我們明年五月畢業點禮 你們有沒有 就要順便來美國玩 是嗎 對 然後就要算 什麼都沒有 留下一滴類 實體的畢業點禮 就是 從之前 可能一些朋友 或者是上一屆來的 小燕姐看起來 就是做出很盛大的 很很 就是大家都會很 很隆重去參加 欸其實是真的 因為我 我2018參加過 就是我 我疫情前每一場都有參加 就是剛好都有朋友畢業 然後 然後他那個是真的 就真的蠻誇張 就是你們進過那個 Answery 那 他大概感覺就是 稍微比 Pfizer Foreign 小一點的感覺 那種感覺 然後就想像說那個全座門 這樣子 然後下面也是全版 這樣子 然後我如果沒有印象錯誤的話 應該就是 比如說我們今年有 舉例有八千個學生 那可能就會有兩萬個家長 之類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裡面就是 就是就很適當 嗯 就真的很多人這樣子 對 就是還蠻可惜出過一個很盛大的 這個 的果仲 不過我覺得 我在想啊 就是因為秋天會有實體 也許你們如果你們還在的話 可能可以去參加 只是你們沒有辦法上台而已 OK 就是當然你們可以坐在裡面 這樣子 然後你們可以 也許可以 我不知道租個衣服 對 所以這個 對 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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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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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覺得這樣 我覺得可能 也許 可能秋天可以 因為那個 到時候那個 那個 那個 有套 你有套 所以你們可以一起 一起參加 然後甚至我在想 我覺得 我其實這個應該不領同 就是 可能可以跟工學員講假 把女兵方案去 這樣就好 然後 我覺得你們應該就可以 秋天 因為我覺得這不麻煩 就是他其實只是 多幾個人 然後沒有說什麼要多 不會因為這樣過程 然後要多什麼費用 然後 但是 可是 可是我覺得他們也可以理解 就是畢業我們想要完成這位新業 好 這件事我也會記得 到時候感覺可以跟這個畢業 大概幾月啊 12月吧 搞不好啊 他不是都有申請什麼畢業嗎 你就給他申請下去 我覺得搞不好就有了 他申請下去要錢嗎 那時候我們POSE還可以 等一下我有繳一個40塊的費用 但是我忘記那個是什麼來頭的 40塊 好問題 到時候再來聊天一下 不過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我覺得應該是問題 那我們就要請大家來介紹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留學生活 然後其實大家也很 其他學校可能會非常有興趣知道說 雙眼碩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就想 因為Leo是電極的 那所以你可能電極的部分就要你分享 然後這個工業工程的話 你們兩個可以分享 那Leo你電極的部分 雙眼碩士大概是怎麼樣 你說申請 怎麼申請 就以我 因為其實 雙聯這個是我是從大三就知道 然後大三我就有去跟這個承辦人接觸 那所以我就看的蠻多接 可能從上上一屆 就已經看他們都這樣出去 模式就是這樣 雙聯是一定要你大學在這邊念才能 繼續升上研究所才可以雙聯 不一定 但是是碩士有規定說一定要四中原 OK 對對對 你才有這個機會 但是 因為我觀察這麼多年下來 前面幾年幾乎都是就是 好像沒什麼人 雖然到現在好像也沒什麼人 其實你這樣講是正確的 因為 因為那個 像 去年 Alice Alice是你們的戲的嗎 他們戲的 你們戲 就只有Alice 不對 Willis也是 Willis也是 所以去年有兩個 三個是Oscar Oscar也是 對 那所以去年都電競 不對啊 去年沒有國外同城的嗎 去年沒有國外同城 然後這麼有趣 然後可是 可是在前一年的時候 就是 那個 Annie的時候 然後Annie和 那個 Power Power應該是電機的吧 Power是電機 Power電機 OK 其實每一年都有電機的 只是說 只是說 你覺得沒有很多人 在報名 我沒有覺得沒有很多人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有一些學校 你也知道 台灣學校比較特別 就是會有電機 還有電子 感覺 然後 我們學校的 我是電子系 那電子系的老師幾乎 都不太知道有這個方案 就連電子系的教授都不知道 OK 那電機系 我不知道有一個老師 是因為他是在國際出工作 所以要特別他的研究是 會每一年可能都會 推一個可能 你去家裡有家 去刷 對對對 工藝系可能有些老師也會 但很奇怪就是 電子系就是 即便電子系學生很多 感覺老師也太理解這個方案 然後加上可能 終於普遍的狀況都是 學生都專業分部很強 那唯一弱的就是英文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認為如果你是電機系 然後你想要來的話 然後你可能要 就是自己要自己去跟 承辦人接觸 然後什麼可能都要自己去 就是想好怎麼做 因為老師不太會幫你 都可以 老師基本上可以沒什麼幫助 他可能還會叫你不要去 因為有些老師會這樣 有些老師會打學生 我有遇過就是 有些老師就是可能 他自己不是留美的 但是他可能是台經教畢業 都可以 他就不希望他的學生說 你去國外督促這樣 我遇過了 可能你就在台灣的時候 可能也許進度是比較可以掌握這樣 對對對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可是你們出來之前 就還是已經完成論文嗎 還是 我是完成 但是這個計畫最初的宗旨是 朔一讀一年 然後再來就出來 所以應該是說 你朔一就要完成論文 但是很少人能夠 朔一就完成 八十幾頁的論文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 兩年完成論文以後 然後第三年再出來 對對對 對 OK 對啊 這倒是 不過這個 我覺得還是 你自己的感覺就是 來美國做這雙年還是蠻推薦的 是蠻推薦的 但是說如果你是電梯 就要自己努力一點 然後最好是找 就是有留美背景的老師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真的 找國內的老師 他有些真的會打 所以你要找留美背景老師 他們才會體諒 喔這樣 所以可能在口試或者是論文 就會比較放鬆 因為知道你有時間壓力 要出去這樣子 對掉招數 所以大學部的學弟內 還有這個剛入學新生基金組 如果是練習系 要練習系 找老師的時候 有一些小技巧 那工業工程的部分 就像剛學長講的 就是公用出來的人蠻多的 對 就以我們學校來說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雙年學制 其實是在院裡面 就是我們統一 就是跟電器電器都一起 我們是電子學院 對 那這個電子學院 這個program就是for 電子學院 另外還有工學院的學生 可以去申請 那可能以美國來講 電子學院跟工學院的學生 就是主要大宗 就是申請UWM 那還有另外的 which can take 就是有另外一個 學所的計畫 對 那像 可能法學院 就有跟Pennstay 或者是商學院 就是跟一些其他 比較多好像是歐洲的學校 對 所以 我們會知道這個雙年的機會 其實主要還是 我們學校有一個 就是有點像是國際營隊的這種東西 嗯 對 那它是辦在每年的暑假 那學校會邀請一些 就是國外的姐妹校的學生 到我們中原來 三週的時間 一起做一個 類似小專題這種 這種營隊的活動 讓大家一起交流 所以姐妹校來的人 是 是 在大地唸的台灣人嗎 沒有 就是在地學生 對 那我們剛好有三個 是參加同一屆 我們是2019吧 對 2019年一屆參加 那剛好有UWM來 然後另外還有CENOSA 就是加州那邊的學生一起 那還有包括其他像是 日本啊 日本啊 或者是Ferribean 印尼 各個國家的學校都有 對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還蠻好的 就是你可以 就是直接 在學校就可以直接跟國際學生 跟外國學生交流 對 那甚至是我們要一起 就是我們一組 哪個都來跟我們國家 但是你要直接 再三週內生做一個project 對 那我覺得這個體驗就是會讓你確定說 你到底要不要去念書 嗯 所以你們其實大家都是等於說 在這個營隊的這個過程中 來了解到自己想要去什麼學校什麼國家這樣 我覺得大部分應該 我不知道 因為以我來說 嗯 嗯 的話 因為我那時候就有想說 是UWM 所以我那時候有 有 有特別去詢問 就是當初來UWM的教授 那我有 有去跟他透露說 我有想申請雙眼症的想法 那他還蠻努力我的 然後 他現在就是我的envicer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流的機會 嗯 欸 你的老師OTA弄嗎 對 他好像他真的蠻好的 對啊 那個營隊連OTA弄都回去 喔 對 他這個好像是那個 原來帶隊老師 對 他連OTA弄都回去 他好像現在是院場對不對 院場是系統的 系統的 嗯 OK 所以其實剛剛好 小代也其實有講到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問說 欸為什麼來UWM的原因 那其實 就可以知道說 欸其實你們那邊有一個營隊 然後透過這個營隊 就是不只可以了解到UWM 就還可以有其他國家 就可以了解到各國家各學校 這樣子 嗯 這我覺得蠻好的 嗯 就有點類似什麼 類似像就業博覽會那樣子 只是說你們 只是你們比較有深入 就業 就學博覽會 但是你們又更深入的了解 你們是要 會分配誰給你們 就是你們要剛剛吸引部裡的那種嗎 嗯 基本上就是我們 就是早上9點就去上課 就是有一些lecture什麼的 對然後可能下午就會有一些labtime 或者是去 呃 企業參訪這種 就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會 呃 在一起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 調教學會蠻吸引的 就是你很少會有外國真正的老師學生 到你 進你的校園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 就是基本上就會吸引蠻多人去參加 那另外又加上他其實是有學分的 嗯 喔 學分的 等於說你暑假邊玩邊參加 但是你有三學分 對 這個難怪很少 這個難怪很少 這很多人可能來吸引最大原因的整理 是這個 不一定是想出國 但是有三學分 但是他可能是想出國 但是沒有那個 譬如說有其他的壓力或什麼 但他參加這個其實也多少會體驗 我也出國 就是就算沒有 沒有出國 但是有賺到哪個東西 然後他的神機箱上面也會有 就是這個 這個program的東西 對 所以我沒有做到他來這樣 就很加好 就很放在旅立上面 喔 這個秀營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加好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要跟大家聊 就是 在留學期間啊 你有沒有最喜歡 即便是現在印到疫情 你有沒有就是 最喜歡美國的什麼東西 這樣 任何人 事實義務都可以 你有沒有覺得 嗯 我最喜歡美國的 體育嘛 我剛剛講的 所以我最喜歡體育 然後 我一定要看一次吧 對 然後還有 除了體育以外 還有那種 就是體育的那種 風靡的程度 就是他們也感覺已經是一種文化 然後融入在他們的 身體裡面 對對對 我覺得這是我一直希望的 因為感覺在台灣就是 你即便到球場裡面 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像那樣 一日球迷你知道嗎 對對對 我懂不懂 就其實他們不太懂 他們只能進來就是 參與一下 對對對 但這裡好像路上 不管男女老幼 就是爸爸帶小來 然後爺爺帶兒子 這樣進來看 是真的 大家都是 就是為了這個 城市的球隊加油 對 所以其實我當初選 Uda VN這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說 我一定要 我其實在大三中 在出國之前 我就列了幾間學校 然後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那幾間學校 一定都有 職業球 對 對 所以剛好有Uda VN 我就知道他有棒球 又有籃球 這很符合我的 對 A Music and Tag 那邊什麼都沒有 對 那個喜歡運動的同學 要小心 對 就是他就是帶另外一邊 他那邊 對 對 對 所以當好Uda VN 就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去有球隊 然後 人又很熱愛這個城市 對 我覺得另外一個 讓大家覺得說 很喜歡運動的是 大家都很喜歡穿球隊的衣服 對 走到路上 我們常看到 不管是穿這個 公務隊的球衣啊 然後 或者是穿這個 這個 Milwaukee Brewers 釀球人的球衣啊 或者甚至是那個 Green Bay Packers Packers 的那個 球衣 都大了 我覺得 真的大了就是 我覺得穿球衣 就讓你感覺到 非常的投入於這個 這個運動 那整個 整個家的穿還是什麼 對 太常看到這樣的情形 那 我以為你覺得呢 呃 就是先撇除 就是體育方面 因為體育方面他講過 那我就講講就是 天氣好了 就這邊的 暑假的日照時間 真的很長 就你會覺得說 到七八點 外面天還這麼亮 好像一天的時間 那不會現在疫情 就大概速度時間比較多 就如果是一般狀況來講的話 大家真的就是 在外面的時間 好像顯得就被拉長 這樣子 對 就是有時候開車回來的時候 也 比較安全 就不會看不到路 對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因為最近大概都 八點半還沒天黑 對 就是你會忘記 有時候會忘記 時間 怎麼現在已經七點多了 可是天怎麼還怎麼亮 還有就是天氣吧 因為這邊 比較乾燥吧 所以因為我在 我本身就是過敏體質 所以我幾乎在台灣 就是一年四季 都是要帶一包衛生紙在身上 可是就我來這邊 如果我滴了以後 我的噴體量就大量 比較少 但是就是一些 比較皮膚過敏的部分 就是也比較少 OK 就我覺得天氣也滿好的 那其實交通機能 我覺得其實也滿方便的 就是公 基本上都是公車可以到的 那你其實走去哪裡 也是走得到 就整體來講 我覺得還滿舒適的 對 我覺得Milwaukee的公車系統 算是滿便利的 嗯 你是哪一個人啊 我是台北人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 Milwaukee的公車 大概 有像台北那麼發達嗎 台北公車其實滿發達的 對 坦白說其實真的 滿類似的 對 就是 而且Milwaukee也算是 滿有趣 其實還有輕軌這樣子 哦對 然後當然它是 只有走那個市區那一段 但是公車系統 我確實覺得還滿發達的 對 嗯 小黛你覺得呢 我覺得呢 因為我本身個人是 第一次到美國 嗯 對 那就是這個 這麼大的國家 對我來說 最興奮的事情 就是可以到處去玩 嗯 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就是你冬天 有冬天的地方可以去 那夏天有適合 夏天的地方可以去 然後有海 有山 然後你可以滑雪 或者衝浪 我覺得就是很多元的 休閒不能給我做 那 雖然 Wisconsin的冬天真的是 冷到 非常的 不適合人生存 台灣剛來的肉選 是沒有辦法的 對 有時候九月剛來 然後馬上就 應該一個月吧 就開始 就差不多 十月的時候就 其實就冷 我覺得大概就是台灣冬天 對 就對我們來說真的是 我們甚至還遇到一些人說 為什麼你們要去Wisconsin 今天冬天的時候 就是這個 天氣變化 就是我不要 但是 我覺得 在 如果你願意就是 離開 就是這個走 你願意去玩的話 我覺得 美國其實還有很多 值得 好好玩 你覺得你目前 就是旅遊過的地方 你覺得你最可見哪裡 哇 我覺得每個地方 都很推薦 都很推薦的話 你可以講一下 好 好 第一名 我覺得一定要去看的是 大峽谷 大峽谷 對 就是我們第一次去 Rodtrip的 就是去Arizona那邊 Arizona 對 第二個我覺得 Sandy Arrow Sandy Arrow Sandy Arrow 最興趣的 對 它整體給人家感覺很舒服 對 還有第三個嗎 要到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Boston Boston 對 Boston那邊 我覺得那邊 就是 除了有一些人文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邊的空氣好像比較氣質 哈哈哈哈 Curie Farber在哪 喔 太多人 我倒是因為路上比較多知識分子 喔 有時候他覺得 西西斯也變聰明 對對對 然後 而且就是 就我個人還蠻喜歡海邊的 然後 所以我去的地方其實都靠海 就是 那個感覺就很好 Dogan 對啊 我覺得美國確實是就是 因為畢竟有地大 然後所以每個地方的自然景觀 或者是城市啊 每個地方代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 Milwaukee就是當然就是 我覺得 Milwaukee 給我的感覺比較像 高雄 就那種 步調比較慢 然後可是 富力比較大 然後可能 那個什麼 也有一些 這邊是湖嘛 然後高雄的海 然後 然後 感覺城市的那種 那種 那種節奏 我覺得比較像南部 我自己感覺比較像高雄 我不知道你們有感覺 就是像台灣那裡嗎 還是其實都不像 我昨天在討論說 就是現在 Milwaukee 我們昨天有去一趟那些 對 然後我們後來本來就覺得說 其實Milwaukee其實 機能還蠻方便 蠻像中 就是在中立台南向 就是要怎麼有什麼 然後要去大城市也不會採議 對不對 畢竟我住台北 所以其實我 台北中立其實也蠻方便 因為中立很常在保管這樣 就是去Chicago 這種超大城市 而且也很近 對 真的很近 但就是說你在中立 假設你可能真的沒有機車 或什麼 你好像也不會到 沒有辦法 就會沒腳 對對對 也是可以出門 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地段來說 我們大概五分鐘十分鐘 就可以到我車上 對對對 而且也不用 你也可以走去 你也可以騎拿到車 你不應該要開車 對 對 這麼說起來就是感覺 對交通上就有台灣的方便性 這樣 體外發力都知道中立人 我知道 我知道 中立人在中立 中立人 我是假看的中立人 中立人 OK 對 我之前有去過 那個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認識的 算是 長輩朋友 在那邊開那個 就是其他店 叫勤享樂器 在火車站的附近 欸 有看過 對啊 好像長筋 然後 巷子裡 巷子裡嗎 等紅燈的地方 我覺得不是在巷子裡 應該是比較大的馬路上面 對 對 我也只去過那一次而已 然後之前有認識的 去 我那時候有去參加一個台北國際書展 然後剛好認識就是 就是念中立的學生來 對 然後 然後就知道老爸 他們從那邊來 然後現在 不過 我那次去中立的時候 確實沒有 沒有機會對他們見面 不然我們就 也許他們可能就會逛逛中立 對 所以你說中立 中立確實是跟 UWN那種 交往上面比較像這樣子 就整個城市的機能 跟UWN相比 好像蠻類似的 所以感覺就是中原學生來這邊 可能會覺得說 蠻適應的這樣子 那 再來我們可能 感覺是有點進入到這個 這個聊天的這個尾巴 就是來講一些 可能是經驗分享建議的部分 就比如說當初 如果你要給你當初的自己 自己的建議 你覺得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比如說也許什麼事情 你覺得他那時候做就好 或是說那時候 其實不用擔心 這樣子 你要PASS嗎 沒有 你要想一下 不行 我想要給你當初自己什麼建議 應該很多 我想 我想 如果 如果想要 因為 我這個學期是修十五學分 就是流行爆炸 十五是真的很爆炸 因為我覺得修九學分 就已經很爆炸 對對對 那我十五學分 所以 所以 會造成我修十五學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上學期 因為英文的卡 所以我只能修六學分 所以如果不想要 像下學期 就是要這麼累的話 當然就是 給自己建議 就是希望 就是英文 再能比一點 但是其實 其實 就來這邊三個都會沒有後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邊英文其實 對我來說 是蠻有幫助 我覺得大於 就是在台灣上課課 就是你體驗不到的那種 對 所以 各有一定 那 還有 還有 給自己建議 就是 我為什麼大一大不把兵當一當 這是最大的遺憾 不然就會卡到 就是 像現在就是有點尷尬 對 這個真的是 台灣的男生的兵 對 因為 因為你畢業後 你要接著 換下一個簽證 然後你如果 要回去當兵可能就要放棄了 對 就要再那種 所以 就比較麻煩 就是希望如果 現在大一蠻大二的 你就 修個學 或是暑假就去把它當一當 不要再 就是 給自己當 太困擾了 而且現在只要四個月 其實蠻快 好亮的暑假之類的 對 而且現在台灣疫情又起來了 我昨天才問 就是 我爸爸 因為他以前是 吃職業圈圈 我問他說 如果現在回去當兵要 要排多久 因為疫情 他說現在當兵可能要排半年三 你也不見得當然到 對 對 所以他說 那你就看這 忙一天再回去 對不對 晚晚浪費時間 對 這次浪費時間 因為我記得我男的同學 即便沒有出國 碩士畢業而已 現在也待在家 也在等當兵 然後也難不到 然後你又不知道你頭去找的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會被抓 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 即便是台灣的公司 很多公司都要退伍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沒有退伍力 他可能也不會入用你 喔 所以就是練的都是 真的是在家當半年名籌 還要等這個疫情過去 哇 真的是 本的安排 對 你認識台灣的公司會不好找 哇 這個敬虧 嗯 薇薇覺得怎麼樣 嗯 應該就是說 我其實有 唸研究所的打算 大概也是從大二大三 這個年紀的時候開始 但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心一直想 不想要唸國內的國立大學 因為覺得說 可能高中到大學 都是唸私立的嘛 那想說 研究所中應該唸國立的試試看 那但那個時候 就有找導師或是家人 就希望的意願 是希望我出國去 那其實那時候 決定要自己申請 跟去來這邊用雙圓計畫 其實也猶豫了很久 嗯 因為那個時候 應該說就是 自己已經開始有補行 可能都補行 可能補英文 可是就是沒有 在孩子學生之前 覺得玩戲學會 玩涉嫩反比較重要 嗯 那那個時候 就是可能 英文就是有一搭 每一搭的在補 那其實那時候 第一次脫不成績出來 不是很影響 但是至少是可以到 申請UWN的門檻 對對對 那就是說 當初如果說 那到後面就是說 因為我是兩年 2018年的時候考的 那托福的成績 是兩年的年限嘛 其實也導致他快過期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在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再去重考 那如果要來UWN一定得重考 那甚至你去申請別學 要再重考 那就是會變成說 就是很多時間 很多事情要去煩惱 那就是說如果 我們那時候可以早一點 去做決定的話 應該說自己決定 下定決心考 就不要一直再去猶豫 那也不要對自己的決定去做 後悔 那就變成說 後期我們一邊準備論文 然後又要準備撥福 那其實真的是 精神壓力上是很大的 對啊 可能早一點把努力解釋 對 就是原來是應該 你已經決定好了 就早一點去做 而不是去想中想西 就是說 我應該先走這條路 還是先做這件事情 就變成說兩頭燒 那種感覺 先做再說 對 因為最後現在看自己的話 我還是走過來 對對對 那時候其實應該可以用更審議 甚至是更有效的方式 而不是搞得自己壓力很大 嗯 小太子呢 嗯 我覺得在申請階段的痛苦 跟就是來囉跟的掙扎 是 是 不一樣 就是階段不一樣 所以 像以我來說 就是像他剛剛講的 你同時要準備論文 然後同時可能 研究室有一些計畫要跑 然後你要再自己準備英文 嗯 這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 在那個當下的心理狀態 是非常緊繃的 嗯 對 就是有可能就是你一放 你就會變來了 對 所以就是那時候 就是把自己逼得還蠻近的 那甚至是 因為已經到數二 然後又要申請 然後又要準備公社那個街道 我甚至還跟他說 我如果再次英文在美國 我就不來了 就已經下好這種決心了 對 那還好 我還記得成績公布那天 我還在演討會 嗯 我再拍拍 對 然後那時候 就一按成績單下 然後看到那個成績 之後就馬上去準備 就是你等一下要討聊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心理素質 就是那時候還蠻佩服自己 就是可能再重來一次 可能 我不知道我們能再挺過一次 對 那如果是來到這裡之後的話 我剛好沒有想法 我是上學期五堂課 然後下學期兩堂課 就是精簡考量的關係 對那 剛好又遇到疫情 然後 就是所有事情 還在適應這種很緊繃的狀態下 就是真的很累 累到不行 然後 但也是回過頭來又覺得說 我當初這樣堅持下去 其實是 對的 就是有好的結果 那也是蠻慶幸的 真的 對 對 感覺就是 對 我覺得到國外念書之後 確實就是 會有蠻多成長的 對 就是各種就是 因為畢竟你也是一向背景 然後就要自己支持自己這樣 或是同學之間 互相支持 那 我們最後聊一個 這個 你們接下來畢業的規劃 有什麼樣的規劃 對 對 像我們現在的 畢業會有規劃 像我們現在 我們三個都有申請 OBD 然後現在也在等 所以可能 你先在美國 就是找工作 那些目標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回去當兵 也要半年以上 對 那乾脆先不要回去 然後而且 還有一點最重要就是 那這可能 給你學弟妹 好可以 再講 對再講 可以 可以 就是說 因為 我們的國家 他最近有 因為以前是只給 我包學長不知道 以前是只給一年 一年的時間 在我國外 一年比較反過 但是其實現在 因為可能 國家知道 數字可能一下都要兩年 或三年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現在已經升級到兩年 兩年 對 你就把它升級滿 這樣你就不需要 中間還要再回去 你的升級滿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跟 就是像我們在 說你 你兩年後才會去當兵 對 就是你那時候在跟 因為這種兵 你都要跟教官升級 OK 那你跟教官升級的時候 你去 教官其實就會跟你講 碩士可以有兩年的時間 你就把它 時間填到慢以後 你到趨風所去 趨風所就給你蓋一個印章 再負責上蓋一個印章 所以這兩年 因為你回當兵 但是因為你有車窄 你又可以來回進出 不限次數 不會被打 所以你乾脆就一次申請兩年 就是 以便宜突發狀行 就像現在這樣 對 就是有COVID-19的方式 對 所以保險期間 其實也是給男生的同學 還沒有當兵 對 還沒有當兵的一個建議 就是如果有兩年 你就升級兩兵 然後說你還有機會 趕快先當兵 就去當兵 對 所以就是太少了這樣 對 那這個 你們兩個也是留在美國 所以就是 目前的規劃就是找工作這樣子 嗯 我覺得是 對 我覺得蠻好 就是試試看 但是我其實 其實抱得蠻樂觀的看法 我覺得 就是 念工程的話 找工作應該是 蠻沒問題的 這樣子 就可能多 多投一些履歷吧 我覺得 就是因為很多 很多公司也許 不一定哪個 是最後的地方這樣 所以我就可以多試試這樣子 然後 最後讓 我覺得最近有的議題 非常值得聊一聊 就是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有在美國打過疫苗 然後所以可能可以分享一下 在美國打疫苗經驗 因為美國最近有一些疫苗 就是美國的疫苗要進去台灣 那台灣民眾可能會 就是 想要選 說打美國疫苗比較好呢 還是打AZ比較好呢 然後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我也會和這個 小太分享一下 你們是打什麼疫苗 然後有什麼樣的反應 然後你們覺得打疫苗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 好 我們是 大概大概三月多的 三月 我是在三月大概中的時候 就收到學校的通知 就說 現在只要是 你只要是住宿生 你就可以填一個資料 然後就可以去打疫苗 對 那那時候打完之後 其實 我是打 多手 那就是 他會讓你選 看你想要打哪一隻手 那基本上其實就是 上網去預約之後 預約好時間 你就拿著你的學生證 或者是ID 怎麼樣可以證明是你本人的 你就去 他就會幫你登錄好你的資料 那你就會被帶到 就是 一個 算是他們的學生 他們是在訓練醫院裡面 那就是很多 就是護理師 他們就會 問一些基本的資料啊 然後可能就問說 你最近是不是沒有發燒 就是一些COVID的症狀 那他就會 打 總共發育要打兩劑 那所以就是 基本上你打完之後 他就會把你帶到另外一個空間 讓你去休息 欸15分鐘還是半小時 我有點忘了 對 好像兩時都有 好像就是說那個大概 如果要有什麼 過敏反應的話 應該會在那個之間 發生 所以就是你在那邊 看你要休息到什麼時候 你就可以 然後呢差不多你就離開 那結果他回來之後 我的反應就是 手臂也很痠痛 就有點像是 在台灣你可能打一些 其他疫苗也會有反應 就是手臂痠痛 那就是我一部分 我們就是只有 在手臂痠痛 沒有其他就是一些 什麼 輕微發燒 或是一些其他人 即便第二劑也沒有 對 然後後來大概在兩個禮拜 還是三個禮拜 他就會幫你自動預約好 你的第二劑的時間 那他就會準備好 那種疫苗卡 但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手寫的 對 我應該是手寫 那就是說 你就是 看你可以 不用隨身心在那裡 就是可能留個照片 那兩劑基本上 我都是手臂在痠痛 就是手臂痠痛的 時間長一段 小戴也差不多 對 但我記得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有讓我們學疫苗 對 其實學校好像都打Pfizer 對 好像就是他們 可能現在Pfizer的工作比較多 所以他們都打Pfizer 然後 但我記得我去打第二劑的時候 他那個整個 就是他有規劃一個打疫苗區域 我那時候印象滿深刻的是 他變成只分成Pfizer的第二劑 跟Johnson Johnson 對 你那時候有 還有同事 對 因為Johnson Johnson 只要一級 對 所以我在想學校就是 想要讓大家趕快有疫苗 所以後來 有改成Johnson Johnson 但是我們 因為比較早去之後 我們會打Pfizer 對 因為我們大概是在Spring Break前的那個禮拜 剛好都從陸續收到E-mail 就說我們可以出生 對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剛好我們Spring Break 都有要出去旅遊打算 就想說好 那就趁出去旅遊前 先把第一劑先打了 對 剛好回來Spring Break結束後 我們就打第二劑 那就是我們時間大概差個四五天左右吧 但去都是 基本上好像比較少在有打Pfizer第一劑的 都是只有Pfizer第二劑的區域 然後跟打就是Johnson Johnson 第一劑設計的 嗯 所以Leo也是打Pfizer 對 我是最早打的 因為我是Grader 他第一劑是先給 對 第一劑是先給跟學生有接觸的 工作教職人和學生 所以我是第一個打 我比他們早 我一個禮拜還應該忘記 OK 所以 對 我甚至比我們老師還要早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先動作 我還沒有終止我們的老師 我好像也是 我好像也比我老師早打 然後也比我學長還早打 對 不過對 不過我知道像我老師和我學長 他們其實是去外面可能 Wordering還是什麼 就是Wordering Wordering Wordering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就是 可能走來路上我們就有想說 去診所問問看情況 那時候其實診所告訴我們答案 就說 你們要等到就是那個 好像是Face 就是你們要等到換掉 你們再來聽 才可以 嗯 後來我們打完疫苗 只會 我們每天都走到路上 然後經過一天再說 對 他就跑出來說 你們要不要打疫苗 真的 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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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蠻夠的 因為好像Fizzer是蠻能保存的 所以他們也要趕快清庫存 就變成說好像能夠疫苗打 對 那我們這個Podcast 最後就請這個畢業學長姐跟學弟妹 給他們一些建議這樣子 那我們就從畢業開始 好 呃 我的建議就是 應該 要來的人都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種中原創演說 有一個 因為余老師的關係 就是有一個獎學金 有一個獎學金的制度 那 那 像英文沒考過的 那個 就是像我一樣 就是可能沒有到79 但是有超過68 就是 可以那個時候是什麼 Dual Mission 對 就是要上英文課的那時候 上英文課 然後又可以同時上課 對 但是可能你收到 接收到的資訊 都會跟你講說 你沒有獎學金 你要付很多錢 然後 就是說 你來 來會比較辛苦 所以他們一定跟你講 都希望你英文 趕快考過 對 然後因為 那個獎學金其實有包括 是那種 就是中內學生的 OK 也就是說你那個學期可能 修太多學分都不會再加錢 那種 就類似像 Bonus那樣 還不錯的那種條件 那有英文考過的人 他當然第一個學期就會有 OK 那英文像我一樣 因為沒過的人 學校就跟你講 你可能沒有 學校的承辦的人 可能跟你講說 你可能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那些都是 騙你的 其實第二學期 重點來了 就是你只要上完英文課 第二學期跟你老師講 你第二學期就有了 你第二學期也是中內學生 就變成說 小袋可能是第一學期 修很多學分 不用加錢 那我就是這一學期 修15學分 不用加錢 然後又有獎學金 所以你只要英文課過了 過了 就是下一個學期 也是中內學 所以其實你英文 70幾 就是沒有到79 不用慌 就是超過68就可以了 還是可以來 就只多上一門英文課 然後英文課也是學到很多 對 所以不用慌 你只要英文課過了 你就可以聯絡修老師 他都會幫你安排 就是有獎的演講句 誰會跟你聯絡 想一下窗口 所以其實就是 不要被嚇到說 當下 又要準備英文 又要準備英文 就完全處在那個 很可怕的狀態 我當初就這樣 很可怕就很害怕 所以就是這樣 我給學院的建議就是 不要慌 不要慌英文 這個 只要 然後達到一定的成績 68以上 對 68以上就可以來了 然後你來這邊上英文課 第二節音就可以了 OK 好 薇薇呢 但我跟他持的論點 其實有一點相反 相反 對 但就是我個人啦 我還是建議是說 其實還是把英文課部 帶來比較好 就是 即使很累 但是 我覺得 看他們寫作業 我覺得更累 就有點像是說 你今天除了上一班 你是高中生好了 你上了八節課 你還要再去補三個小時的英文課 那英文班又有作業 那其實你英文班有時候 你作業根本就不想寫了 就是高中大家都不過喜 其實我覺得他們上這個英文課 就有點像是在補習班的那種概念 就是額外直接補習 所以 有機會的話 還是考過 我三個 但是沒有考過的話 也不要考 對 我覺得先放在一個順位 就是你的Priority 就是你還是先去把你的 想要不要把英文弄過 那因為一來就是 我們的學分 你沒有上限 那變成說 你的其實 不是沒有上限 就是 你可以修比較 你可以你自己的經濟調良 去選擇說 你要不要 你要修多少個學分 那就是說 你也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要花時間 在你的專業課目上面 而不是另外去 花時間去補一些 之前可以補的東西 確實 對對對 就我還是這樣建議 然後還有就是 對不起 補充一個 就是你如果 看眼睛啊 或是牙齒啊 就是記得還是先看完 因為大家一天都知道 在美國看已經很貴 對 眼睛跟牙齒 不包含 學校的診所 像學校的診所 是可以讓你用比較平 意境的價格去看 那就是 也跟他說 如果這類不幸發燒 或什麼 校內的診所可以使用 這是包含在保診裡面 對對對 但是眼睛跟牙齒還是 還是先去弄好 會比較好一點 沒錯 小蛋啊 那我做一個總結信號 就是我覺得 只要你有 一旦有常說過 念錯的想法 就是不要 因為 可能自己英文不好 或者是家裡經驗狀況不好 或者是 覺得自己 念不來 有這種 這種 這種 壓力 來 熄滅這個願望 我覺得 其實就是 你只要願意 你都有機會 那一定 像是因為沒跑過了 一樣的業了 對不對 然後就是可能 可能就是在過程中 會比別人 多付出一點辛苦的地方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只要 你有心 有願意的話 然後還是 非常鼓勵大家 可以申請 沒錯 所以大家加油 就是來留學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Podcast 謝謝大家